该国海军主力舰服一比052D还要早,趴窝时间无人能及,并不是印度。 以前印度海军常被人笑话,比如,加尔各达籍的缓慢舰早进度,如今被笑话更多的不是印度,这个国家的海军主力舰服一比052D还要早,性能指标也先进,可惜状态不佳,一直引人笑话,这就是英国的45型驱逐舰。 驻岗了。 这是英国海军历史20年改造的一款新型战舰,单舰造价10亿英镑绝对弹不上便宜,性能也被认为非常先进,可惜较真的话,这款满载7350吨级的战舰,还不如052D火力强。 45型驱逐舰 45型驱逐舰,又称,勇敢级,满载排水量为7350吨,号称采用了全球第一流的技术,比如,高度隐身化设计,一体化隐身维甘等,但是火力真不算强。 只有48个锤发单元,近相当于052C,与052D的64个单元有不小的差距,所配的导弹只是紫碗防空导弹,即便为射程最远的紫碗30型,优效射程也只有80公里,不及红机九枣七型。 45型舰,其他5倍也不强,一门舰炮,二门近防炮。 没有反舰导弹与反潜鱼雷发射器,原本是计划的,可惜因经费问题,没有安装。 以后能不能装也是问题,按英雷的说法,因经费问题,可能十年内都不会安装反舰导弹。 45型舰 如果仅仅火力软一点也不算什么,真正的问题,该舰级一直是可靠性不高,长期处于趴窝状态,一度出现全部6艘45型驱逐舰集体驻港,以至于驻港时间无人能及。 旧其原因,先进的动力系统惹破了,时不时地出现问题,让军舰通常处于带维护或处于维护中。 45型舰 原来45型舰的动力系统采用全新的整颗式全电力推进,理论上,可以实现30节的高航速,以及极佳的经济效率,提高续航力,也可以提升机动性。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,发现了不少问题。 主因为新技术不成熟性,在没有进行大规模试验的情况下,直接将其上线,自然被各种问题所困扰,比如,电力推进系统可靠性差,甚至一度出现在温暖海域无法正常运行的麻烦等。 45型线 这类问题只能算麻烦,鸡类经验之后,英国已经解决了不少问题了,对剩下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解决方案,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 甚至影响到了英国战备水平。 当人们意识到,那是曾经的海上巨无霸,衰落的速度正在进一步加快。